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市场连续两年 以每年130%的幅度高速成长 雷军率领的小米手机 能够在这个市场红海当中成功的突围 肯定有它的本领 而到底小米掌握了哪一些成功的商业模式 其中有什么样的独到创新 继续一起来看看 三 二 一 开始了 现在是一分钟 两万八 两万九 三万 OK 买部手机的要上网 和两百万名对手竞争抢购 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 小米的饥饿市行销 有那么一点苹果的味道 尽管网友们的评价两极 却成功创造化 卖手机不上电视打广告 只在网路上宣传也是创新 钱省下来直接回馈给消费者 行销成本比对手少了三成 产品价格杀伤力十足 电子商务模式成为小米 在大陆手机市场 攻城掠地的关键武器 电子商务能够让这个两千的手机 只卖两千零十块钱 或者只卖一千九百九十九 其实对硬件手机公司来讲 它收入的钱是一样的 可是对用户来讲 这个价格又便宜了三分之一 这个其实对用户 对厂商都是有好处 这只米兔是小米的吉祥物 玩偶板曝光之后 受到粉丝追捧 变成小米网站的热卖商品 一口气卖掉了十八万支 连雷军都有点吃鸡 但它并没有太意外 因为这是小米的另一项 秘密武器小费模式 这是我们最好的方法 就是买个采科 买块电池 买个蓝牙耳机 蓝牙音响 买个米兔 所以我们小米网卖了 非常多简单的商品 我觉得我就跟他们讲 一个生意模式 我就说 如果你的产品做得好 用户往往会通过 甚至他买件小米T恤 小米的T恤衫 小米的鞋子 其实我们这都叫 都叫小费 这些手机配件周边商品 去年创下六亿元人民币的业期 今年则是上看十亿元人民币 这合台并约五十亿元 锁定通讯科技新技术 不断创新 小米将网络世界 高速迭代的特色 发挥到极致 而软体互联网 及硬体的结合优势 成功在瞬息万变的 全球手机互联网市场中 创造了独一无二的 小米模式 从整个节目看到这里 也就是说 这个软体硬体 软硬通知的策略呢 它成功掀起了 小米的风潮 我们各界未来 也很看好 这个小米未来的发展 在这个部分 你也保持乐观吗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接下来跟大家 谈一谈你的经营哲学 我想说的就是 我亲手一个小餐馆 我自己是大厨 做了一桌子菜 然后来了一堆朋友 然后我在那里 站着听大家电拼 无论是夸还是骂 我都觉得 是吧 第二个呢 门口开始 永远有人排队 所有的朋友 都跟我打电话订坐 哎呀 这个成交感很强 是吧 那种你们家餐馆 今天能给我订个座吗 是吧 这就是我每天干的事情 因为就现在 每天都有朋友跟我说 我能跟你家走后门 买个小米手机吗 这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人生最高境界 我去年七月份 来台湾的时候 一个朋友 陪我从台湾 早上七点吃到晚上 吃过至少 二十家餐馆 吃了一整天 每家店只吃一两道菜 我这个 这个 这个兄弟 也是美食家 我在跟他吃的过程中 我觉得他很幸福 我去看的时候 那些小餐馆的老板 也很幸福 我说 这就跟我办这个 小米的心态 是完全一样的 我不在乎做世界首富 我不在乎做世界 这个 这个 多大的市值战略的公司 那不是我要的 我今天讲的 可能 重要表达的就是 这个 不要用苹果三星 HTC的眼光来看待我们 那就是我们 所谓的商场如战场 我们看到 很多企业家 到最后 都变成一个哲学家 这个没错 企业的经营 某种程度来讲 它也是一种 人生态度的修炼感展示 那么身为小米的掌门人 大家很好奇 现阶段 你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真正的挑战 只有一个 可是我内心的贪婪 要帮助大家一起客户 然后我们大家要聚焦在 把一件一件的小事做好